Anders与Cyclos于2001年提出的非对称鞋整架构与标准鞋整架构有以下不同 1.非对称鞋整是将序列分解为正累积、合值和负累积合值所产生的多元组合进行分析的结果 使用非对称鞋整架构的优点如下 1.可用于减定变数之间的不对称鞋整关系 2.它可用于测试潜在的不对称鞋整 这可以进一步扩展分析 以解释其他标准鞋整检定可能无法检测潜在鞋整关系的可能性 在经济学中 检定变数之间的不对称鞋积分关系 意味着区分从鞋积分回归获得的误差的正效应和负效应 为此 经济学家通常使用Anders和Cyclos在2001年提出的非对称鞋整框架 非对称鞋整是将序列分解为正累积合值和负累积合值 而产生的多元组合进行分析的结果 参见Lardic和Megnan2008年第17页 在经济学中 检定变数之间的不对称鞋积分关系 意味着区分从鞋积分回归获得的误差的正效应和负效应 为此 经济学家通常使用Anders和Cyclos在2001年提出的非对称鞋整框架 非对称鞋整是将序列分解为正累积合值和负累积合值 而产生的多元组合进行分析的结果 参见Lardic和Megnan2008年第17页